歡迎收看今天2月1號的大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主會中心的主會官 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接連舉行了兩個記者會 在下午在疫情方面 他宣布的好消息是 本土病例0 而另外有一位境外移入的病例 他居然是檢驗到第八次才是陽性 可見得COVID-19 武漢肺炎病毒有多麼的詭異 但是很重要的是 今天大清早陳時中就上了第一個火線 為有一家聯合報所報導的 我們的疫苗 2月4號就要來的錯誤的消息 做嚴正的澄清 為什麼呢 這後面是不是有一些政治操作 想要藉此打垮陳時中呢 希望能夠提高人民的期待 說2月4號有 結果根本就沒有啊 這個新聞的背後是空包彈 那為什麼有這一家聯合報要製作這樣的新聞 而指揮中心發覺不對勁 馬上跳上來開記者會來澄清呢 要降低這個後面的政治計算呢 各位我們還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的疫苗為什麼好多人都有一些內幕的消息呢 包括柯文哲 包括連聖文 包括了連國台辦 甚至於還有一些跟紅色的集團關係良好的媒體 都預測我們的疫苗拿不到呢 因為呢 台灣曾經跟德國的Biotech有簽約哦 拿疫苗哦 但是這一家公司的疫苗呢 它在亞洲的代理商竟然是上海的一家生技公司 為什麼上海的復興公司它所代理的疫苗 很可能不會讓台灣拿到的消息 會在柯文哲的言語 或者是連聖文的言語 以及呢 其他像是聯合報啊 這樣的報紙的記者的報導中隱隱然然的出現呢 這是不是一個集體的卡關戰 集體的疫苗焦土戰呢 那陳時中面對這樣的狀況要如何來因應 我們今天呢 跟各位做深入的討論 當然在台灣的藍色的國民黨的陣營呢 今天出現了一個大炸彈 根本就是水雷地雷呀 那就是當年呢 弃國民黨於不顧出走來創立了新黨 而現在新黨已經泡沫化了之後呢 這位新黨的創黨的大佬 現在還是媒體人的趙少康 突然開記者會宣布 他接受了韓國瑜的勸說 要參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但是國民黨中央的發言人 今天呢 在中午的時候立刻對外表示 趙少康沒有選國民黨的黨主席的資格 趙少康是讀過書的人 他會不知道 他不能選國民黨主席嗎 他沒有資格 而且他會寫說 這是江幾層呢 在一個人的決定 這個背後到底是怎樣啊 今天黃沫下要告訴我們 這裡面牽扯了七十幾億的金錢財寶耶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趙少康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趙少康在過去的媒體跟政治生涯當中 他有一個外號叫趙一半 那選國民黨的主席是不是也會半途落跑呢 我們跟各位進行深入的討論 同時也要談一下黃捷罷免案當中的背後的 那個兒戲的反反黃捷集團以及白狼 他說要證監起義不做炮灰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主張 這個主張台灣政府法律拿它沒辦法嗎 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第一位就是前國大代表 他也非常熟悉新黨 過去創黨的過程 黃捷孝 我們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亞科醫師史書華史醫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你 接下來我們在節目當中 請到的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陳廷飛 好 我們來看今天陳時中的部長 他很忙啊 每天為了不逃的這個院內感染的群聚 所造成的19位確診病例 所形成的桃園的這個整個的防疫的影響全國的危機 跟緊急狀態之外呢 他還要為媒體的謠言跟不實的報導 背後所做的那個開槍的這種政治舉動呢 還要召開記者會 我們來看陳兄部長是怎麼說的 請法制組來研究相關法則嗎 當然就是整體在這個新聞的這樣的一個判定 指揮中心都是會蒐集相關的資料 請法制組研議 平面媒體錯誤報導 台灣已取得10萬劑輝瑞疫苗 陳時中證實將研理開罰 世界的疫苗的供應都已經在很混亂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如果有說太多的一些不正確的訊息 那當然也會干擾到我們在談判的時候的力道 但相關消息滿天飛 誰對 誰錯 民眾好恐慌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諷刺 總統蔡英文應該跟美國拜登求饒討疫苗 媒體人陳文謙直言 台灣休想拿到疫苗 反來朱醫師 蘇偉碩甚至喊話別歧視中國疫苗 應全面開放 陳時中高EQ回應 並強調會持續扶植國產疫苗 但不會放寬安全或有效性替民眾把關 好 這個媒體顯然它是有點 是錯誤訊息公然造謠的感覺 大家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很多人看到了覺得 哇 這個好高興喔 拜拜手 我們這個疫苗2月4號就可以到了 大家心裡好開心喔 結果沒想到 不是真的 那要是指揮中心部出來開記者會 否認這件事情的話 那到了這個這個禮拜四沒有疫苗的話 那指揮中心不是會被罵的臭頭 可能會被那個這個老百姓給那個翻桌子咧 到底怎麼回事啊 廷飛 這後面是不是故意政治操作 這個完全就是政治操作 因為你看陳時中部長 我們固定都是2點開記者會 為什麼今天他特地那麼早就趕快 來做這樣的一個澄清 其實很清楚啦 這個議題如果再讓他延燒下去的話 他這個新聞寫得非常清楚喔 他時間點也給你了 然後幾萬劑也給你了 然後有哪一家航空公司 也都已經給你了 就變成說所有的人事實地物 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你完全沒有辦法去說 他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一時看到這個新聞會覺得說 哇 這是真的耶 現在2月4號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疫苗了 所以為什麼陳時中要趕快澄清 就是不能讓這個政治操作繼續下去 而且這個媒體報導之後 我們又看到連勝文也跳出來講話 陳文謙也跳出來講話 他們講的就是說 那個台灣不可能休想拿得到啦 然後這個連勝文也在唱衰啦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整個的政治操作 就是要搞亂 怎麼搞亂 因為現階段大家為了這一次 這個不討的事件 還在趕快怎麼樣做一個防治 然後怎麼把這一波的這個疫情的狀況 趕快穩定下來 每天大家都焦頭爛耳 然後在疫調的過程當中 掌握最新的訊息 然後在下午2點跟大家報告 那每天這個板子就是要給大家更安心說 大家不要擔心 因為這個板子裡面 為什麼陳時中部長要這麼聚心迷離 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因為這個案例 是因為哪一個案例來的 然後它是跟誰有關係 就是要跟大家報告說 這個這一次的疫情到目前為止 還是可控制的狀況 而且我們台灣比起其他的國家 說真的台灣目前還是全世界各國 在疫情防疫過程的模範生 所以模範生在跟其他國家 在買疫苗的時候 大家一定會跟你講 你這個模範生 你要留給別人更需要 給別人更需要的 所以在整個比較當中 所以為什麼陳時中部長 他在這個今天下午開 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有說台灣其實過去 為什麼他會講說有等的本錢 因為台灣到目前為止 即使我們這一次有布桃這幾個案例出來 我們還是在可控制範圍 而且在其他國家跟其他國家 那種社區感染已經是擴散出去 每天好幾千例的狀況 台灣是在這個控制範圍當中 所以我們是比較急 我們在跟別人比較當中 台灣基本上去買疫苗 大家一定會說你先留給人 那種需要的影 讓別人更需要的使用 那在整個全世界 為什麼過去台灣可以幫助 就是我們希望在這樣的一個疫情 大家世界共難的狀態之下 可以彼此協助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就是希望藉著這所有的資訊 更透明 所以在指揮中心都給跟大家說 我們目前我們的疫情 我們目前的疫苗 所以我們不要再聽其他的人 在做政治操作 這個政治攻防戰很詭異你知道嗎 就是說從上個禮拜開始 那就看到這個在一個新聞的採訪裡面 柯文哲說 3月上演疫苗大戰 他預測大陸會送疫苗 他說台灣買不到一美疫苗 中國說他免費要送你 3月起 疫苗會成為台灣政治攻防焦點 那就在這個時候 在直播節目裡面的時候 這個就開始有一些內幕出來囉 那包括了 連勝文他所寫的 他說台灣為什麼沒有取得 沒有辦法取得歐美的疫苗呢 除了民進黨戰略上重大措施 提前佈局沒有做到 其中還有個關鍵就是 輝瑞的BNT的 亞洲總代理是一家大陸公司 這要怪誰 這家公司在輝瑞開始實驗疫苗出奇 即出資參與 現在你要跳過人家直接跟總公司拿疫苗 這豈不是強人所難 他講的就是上海復興 上海跟誰關係 跟柯文哲關係 所以感覺到是柯文哲就知道 上海復興在卡我們的疫苗 那其實我從這個國安高層也都早就知道了 就是說上海復興 它是這一家的這個輝瑞的這個另外一個 BNT這家的疫苗的亞洲代理公司 那亞洲代理公司原先應該聽總公司的話 可是如果台灣的藍媒或是藍印的政治人物或是反這個民進黨政府的人要一起加上這個上海台辦國台辦想要要卡我們的疫苗的話 那他就可以逼迫上海復興公司不這個履約啊不送疫苗 這就是關鍵各位 上個禮拜就在營造這個氛圍啊 包括了你看啊 1月22號 柯文哲講了這個話 1月25號呢 這個新浪的新聞中心就寫了一則說 疫苗建成黨內的政治攻防焦點 這是系列網路農場文章 你看配合的多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哪還回顧到到去年的時候 懷特就宣布 日前隨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參加上海台北雙城論壇 發表專題演講引起熱烈迴響 以新穎大陸上海醫藥集團跟上海復興集團呢 熱烈的洽談授權合作當中 所以呢 上海復興跟那個柯文哲的這個團隊之間是有來往的耶 好那接下來呢就在週末1月30號禮拜六 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吳子嘉說 衛福部想要直接跟德國輝瑞疫苗切架卻引發BNT的亞洲代理 上海復興抗議最後德方把我方父的五千萬美元跟合約書都退還給 衛福部各位看到沒 原來在中間卡我們的就是上海復興這個升級公司 那為什麼柯文哲會事先指導 為什麼連聖文他一直在唱衰 那為什麼這個像這個像吳子嘉這些人呢 他們都有這個消息 那背後操縱的力量是誰要請教 秉鳳我們現在經過這樣子 剛才亭妃跟朗東還有我們所謂大家所做的一個回顧看起來 現在有一股力量就是不讓我們拿到德國的那個第一批的 我們訂的那個BioNTech的那個疫苗 因為他的代理商是上海復興 那如果這個柯文哲跟上海是很好 或者是說萊茵的這些人物跟上海這個關係很好 甚至於國民黨裡面有非常多人 這個台商的這個代理人啊 這個中常委跟他們很好 他們應該幫忙我們去拿才對呀 為了台灣人的健康對不對 他們不是他們是在後面看好戲 搞不好還在中間破壞 為什麼呢 他一定要逼到我們去拿中國疫苗 因為連聖文前面呢 他就哈哈哈哈 你這個啊 你跟上海復興呢 的這個人家這些代理商呢 你直接跟人家總公司拿 人家要跳過你 人家不給你了 你搞到一直都沒有 倒楣的還是台灣老百姓 接下來要怎麼說呢 報導屬實的話 歐美的疫苗大陸廠 如果真的委託給中國大陸藥廠代工 那台灣買的歐美疫苗 如果有大陸代工生產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買呢 拜託這些民進黨大官 放下架子再不逃 有人吶 無辜染疫病逝的緊急狀況 先去求個幾萬支疫苗 來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使用 其他人再慢慢等吧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很綿密的政治操作 也透過疫苗這件事情打交土戰 打到最後如果三月底 我們真的沒有疫苗 然後又把情況弄得很嚴重的話 就可以讓陳時中又受到很多 很多的非難民黨政府的形象 又要受到整個很大的崩潰破壞嗎 我覺得陳時中有講過 其實最急 疫苗對最急的是他自己 不是這些人 那這些人都是 我覺得都存著看好戲的心態 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為台灣好 你也很有本事 你就去 你幫忙拿 你不用寫臉書 不然要笑人家嘛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拿到了 陳時中做不到的 你再來笑 可是你自己有本事拿到嗎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 德國 我們都已經跟德國的總廠已經買了 然後簽合約付訂金了 竟然可以 我不曉得 我當然不曉得 總公司跟代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總公司也應該有 答應了 結果被 對 中國的代理商給卡掉 到底是誰在卡 對 一開始就不行的話 那你就不要簽這個合約 你不是強烈懷疑中國當局去施政治壓力 所以說我們跟他簽合約 你既然跟我們簽合約 就算是我可以直接跟你總廠買嘛 為什麼可以要 一定要透過上海的代理商呢 所以我這個事情到底是誰 從中間做梗 我覺得就是說 我真的覺得這不合理的地方是說 你原廠跟我們簽合約 如果這個事情一開始就要透過代理商 你總廠就不要跟我們簽合約嘛 可是你都跟我們簽合約 你中間卻變卦 就是因為代理商抗議 那我覺得這種道理是我沒有辦法理解的 我是總廠耶 我要賣給誰 你只是代理 那我獨家賣給這個台灣或是獨家賣給誰 不行嗎 那你上海的亞洲代理商 你就要全吃嗎 我覺得商業的邏輯好像也不合理 這件事好像是他們編造出來的 你知道嗎 因為指揮中心也否認啦 他說這是我吳子嘉說 衛福部本來想直接跟德國輝瑞疫苗接洽 卻引發BNT的這個亞洲總代理上海復興抗議 最後德方把我方先付的五千萬美元跟合約書 都退還給衛福部 那這個指揮中心是否認的 你看這個團員跟連勝文恥笑說 我們這個跳過總部去跟人家要 人家不給你 再加上柯文哲他知道說 我們買不到疫苗要中國送 哇 沒有我覺得如果真的話 我們不只是合約軍退給我們 我們要求償才對 那你說 那這個消息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啦 疫苗的東西真的 他他現在譬如說英美的也是百分之九十五 最高說號稱百分之九十五 但是也有人是說其實只有百分之七十六 他不能夠整個涵蓋疫情的所有人 你自己全部的黨還是有七十六%的這個 二十四%的這個得益的比例嘛 所以你光靠疫苗是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中共 中共你說疫苗變成島內的政治攻防焦點 有嗎 我覺得 他自己想太多了吧 藍媒 藍營的政治人物 連聖文等 柯文哲以及比較紅筒的人士 他們想要營造一個拿不到疫苗是 陳時中很笨 陳時中去跟總公司簽約 結果被人家退回來 陳時中要負所有的責任 連民眾黨都這樣講耶 到今天為止 再加一個報紙 可是我覺得這些人真的很奇怪 你問他們要不要打中國疫苗 他們自己也說不要啊 那天我碰到誰啊 葉元之 他說如果因為在場還有何博文啊 他說如果何博文打我才打 那他自己也不敢打啊 所以說那你們到底在笑什麼 我覺得這樣反對黨真的做不好的 這個就是居心上面這個令人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們已經把這個邏輯給大家做了一套 就是其實這個後面就是一個疫苗統戰嘛 這個疫苗統戰到底中央廚房是誰 一看就知道啦 對 中央廚房不是國台辦嗎 我覺得 或是上海台辦 陳時中外這件事情他都很誠實 對 他說有延遲 那有延遲怎麼會2月4號會有呢 對 然後還製造一個2月4號要來 哇 大家好高興喔 本來說門都沒有都在遲向 2月4號要來 然後讓這幾天大家人民期待很高 發覺2月4號沒有來 那不就完蛋了嗎 指揮中心大概會被大家破門而入 是 而且疫苗謠言很多 我們有人就說我們就跟這家 常買的 然後呢有個節目有個女的主持人 就說我們是跟AZ買的 對 那到底跟誰買主 指揮中心根本沒有公布啊 那這邊猜來猜去要幹嘛 那這些人都是一模一樣的啦 都是這個跟統戰呢 同一個鼻孔出氣 那好回顧頭來講就是 疫苗到底現在我們是不是有這個 木桃有人無辜染疫病逝的緊急情況下 這個先去求幾個幾萬支疫苗 來給第一線醫護人員使用 其他人再慢慢等吧 要請教室醫師 其實在我們節目裡面 好幾個重要的醫師都告訴我們是 台灣呢 疫情因為不是那麼嚴重 所以基本盤還是戴口罩 勤洗手 不要摸眼睛鼻子嘴巴 他連這個前任的這個衛生署的重要的人員 張宏仁啊 這個先生他也說了對不對 以台灣目前的疫情來講 應該是最後一個要疫苗的 可是他們居然把這件事情講得這麼緊急 好像鋪桃的這個 或者是醫護人員不再接打疫苗的話 就會全台灣的醫護人員都會陷入恐慌 我這樣講好了 台灣醫護人員恐慌已經恐慌一年多了 所以也不是現在打不打疫苗的問題 你說疫苗這個東西重不重要 他當然重要 那這個新聞出來兩個層面嘛 第一個就是剛剛前面來賓提到政治層面 就是說其實也不用柯市長來猜 我也猜得到後面就是疫苗 疫苗攻防焦點 因為全世界都在搶疫苗 歐美國家他們死亡人數 全世界死亡人數已經破兩百多萬了 那染疫人數已經破億了 台灣我們現在還在第九零八案 然後我們還在還可以一個一個案子去追蹤 去匡列我們要需要隔離的民眾 所以我們的疫情相對於 我們全世界染疫人數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百八十名 所以你在一百八十名的國家 去跟人家要搶第一波的疫苗 其實這個我講難聽一點啦 疫苗重不重要 我們也當然希望我們可以有疫苗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在第一線醫護人員 我們有好的防護 問題是你現在去跟國外那些 他們需要醫護人員是已經防護都不夠 然後那個屍體是要用濕帶 用冷凍櫃去裝的狀態 台灣已經相對非常非常的安全 我們還有負壓隔離病房還足夠 對 那我們九百多人染疫 事實上大部分的病患也已經都出院了 已經都康復了 是 那院內感染的確有 那零星的本土案例 我們前幾天有幾個加零 然後到去到昨天才有又有本土案例 今天也是沒有本土案例嘛 那我們事實上我們真的安全是要十四天零本土案例 才是OK的 那所以你說真的我們要去搶疫苗嗎 真的我們拿到疫苗 我們一定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先打 對 問題是你現在去跟人家搶疫苗 你沒有兩倍三倍五倍十倍的錢 你怎麼可能買得到疫苗 英國跟歐盟都快要打起來了 那他們一樣疫苗的問題 我們國內沒有先打到 那你你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疫苗要出去 而且剛剛前面有幾位來賓提到 就是疫苗的部分 他的有效率呢 目前只有以色列出來的數據是最高的 以色列他跟輝瑞講說 他的回報他的有效率 有效率是到百分之九十九點多 那他自己官方出來是九十五趴 莫德納也是九十五趴 那甚至只有嬌生他還沒有出來 那他們號稱說他們打一次就有就有用 那成效可以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 但無論如何 這一個疫苗不管是哪一間的疫苗 他有相對應的風險跟副作用 台灣人現在在台灣本土裡面染疫的風險 跟你打疫苗的風險哪一個高 其實你都很難去講 有道理 因為你現在我們兩千三百萬人只有九百個人染疫 請問你的你的風險機率是多少 所以他們是在製造政治性的疫苗恐慌戰 然後做一些增化人民這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不管是連勝文講這個 我們可以用中國疫苗 或者是馬前總統講說 這個中國疫苗是兩岸很好的潤滑劑 那我不知道我們要潤滑劑做什麼 就是疫苗 中國疫苗 請問有哪些國家敢用 或者是有哪些國家正在用 然後出現了多少的副作用 其實這個東西世界新聞大家都查得到 所以今天這個疫苗 你今天敢講說中國疫苗 進來臺灣 你就是要拿臺灣人當白老鼠嗎 那請問你自己願不願意先施打 對 他們沒有啊 他們都要叫別人打 連連勝文都不承認 他要第一個施打 你問你民主要不要打 香港 香港還是要打 香港用的疫苗不是中國的 是輝瑞的 所以說連香港都用輝瑞的 可見中國的疫苗的可靠度 所以剛才我覺得 我們醫師講得很好 對不對 那種風險度跟你染疫的風險 不成正比 或就是打疫苗的 這個副作用的風險度 比我們現在感染這個 COVID-19 政治局的委員都不敢打 比例還高 不敢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這個疫苗呢 我們都知道疫苗的製作 他其實需要很長的時間 那其實以去年 我們等於幾乎是疫情 從去年一月開始出現到現在疫苗 出來十二月到去年十二月出來 不到一年的時間 這當然是全世界請全國之力去做 製作這個疫苗 疫苗出來 但是他剛剛陳偉雲也有講到說 就是說就算他完成第三期臨床試驗 他是不是 後面的就是要追蹤 打了疫苗之後 不同年齡層 不同慢性病疾病 這些不同分布 不同人種的這些民眾打了之後 他有沒有一些產生一些其他的作用 那所以今天我們都 我們的染疫人數 已經這麼這麼的少了 那你要真的全民去施打這個疫苗 然後用很高很高的成本 可能一倍 兩倍 三倍 四倍的價錢 他有辦法去搶到疫苗 然後你今天搶到這個疫苗 請問別的國家怎麼看我們 美國的死亡人數 已經超過四十萬人 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了 那你今天我們都講說 臺灣 can't help 我們真的要help就是說 我們把我們的邊境守好 然後我們可以出口 我們像我們之前口罩國家隊 我們可以出口口罩 我們出口防疫物資 但是你今天出口防疫物資 結果你根本沒有人染疫 結果你要去跟人家搶疫苗 那別人正在經濟 已經完全停擺了那些國家 他們請何以堪 所以從史醫師講的 就從人道的立場來看 就是說我們把疫苗留給需要的國家 跟需要的這個地方 才真的是防疫上面的 臺灣 can help 的另一部嘛 對不對 可是就是有政治人物 包括柯文哲等人 他們要營造這件事情 他們營造這件事情 其實是他們先知道了 有上海復興 生技公司是那個 我們第一批的那個疫苗的代理商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政治壓力 叫他不要給或是怎樣 總而言之就是破壞 然後在臺灣要形成疫苗恐慌 疫苗如果沒有來 聯合報說2月4號要來 到時候沒有來完了 你在指揮中心無能沒用 連民眾黨啊甚至於這個什麼媒體人啊都這樣說 那這一波根本就是一個 無中生有的一個疫苗呢 焦土恐慌的一個戰役的興起啊 的確如此 剛才史醫師就說得很好嘛 因為臺灣來講我們2300萬人 現在還不到1000 染疫然後那個死亡人數更是少到非常非常少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面如果這樣算的話 我們基本上我們的那個染疫的人是我們人口的兩萬分之一以下 那如果說你看其他國家我隨便舉一個 例如說那個比利時 他人口是我們二分之一 他們的那死亡人數 染疫死亡人數到兩萬人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中間的那個到底誰會比較需要 我只講說那個比利時 我還不講美國 不講那個英國這些人口非常多的國家 所以實際上來講 當我們講臺灣可以幫助人家的時候 在疫苗裡面最需 應該留給最需要的國家 他要去處理嘛 我們不是跑去跟他搶疫苗 而且實際上我們這樣講 如果說就算是那疫苗做得比較好 那百分之九十五好了 但是現在疫苗他這邊的那個有幾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 就他的防護力到底到什麼程度 第二個 有沒有說那個 他會因為打得出一些其他副作用嘛 那這些都經過一系列的這個檢查的過程 才有辦法來確認 剛剛史醫師說啦 你的副作用搞不好 比我們染疫的那個比例還要高 這也是 對 所以說我們我們現在看看 我們這樣隨便算一下 我們這邊是兩萬分之一 然後他疫苗防護力百分之九十五 一個是兩萬分之一 是百分之一下面還有好幾個小數點 然後那百分之九十五是五趴 所以說在這邊來講 那個到底是我們應該是放在我們現在 既有的防疫的上面 這是我們現在可以去處理的重點 還是說跑去跟他搶疫苗 這就是這個很大的問題 那實際上我們看到這個有關於疫苗的訊息 幾乎是從那個一月底 然後到那個這個禮拜 密集就在出現 不管是一月二十二號從柯文哲市長 他那說的話 然後一月三十號他們之間的這個 什麼合約被取消 那其實最好笑就是說 他們是放這些話彼此也都互相矛盾 例如說如果說一月三十號 那個吳子嘉講的話是對的 我們根本買不到 那請問聯合報他出來訊息說二月四號貨幣會來臺灣 那倒是怎麼回事 所以說彼此之間 我覺得是到處在放話 到處在放 然後那個他們之間也沒有一個什麼一致的一個說法 但是唯一的一個 唯一的一個強調點就是說 不管說是聯合報 他的那個放話是不是懷疑就是說捧殺策略 就是說先講說可能有了提高期待值之後 然後再講說臺灣拿不到就表示說 臺灣又做錯什麼事情 然後開始要把整個過錯 歸出到指揮中心 這樣一個狀況 我們先不要管那麼多 但是在這些訊息密集的出現的時候 而且都跟這個疫苗有關 那我們不經常會懷疑 除了說老共他自己本身的那個操作策略之外 然後例如說包括在上海國台辦那邊 他在幕後是不是有可能的黑手 其實我們我覺得也要去注意一點 就是說國內是不是有一批人 實際上他是那個已經投資在要進口中國疫苗 所以說他不希望 例如說是輝瑞或是西方的疫苗能夠進到臺灣來 那這樣的話如果說都沒有 到時候就是中國疫苗 然後他那邊他可以獲得他的那個暴利 我是覺得這部分是我們是要注意的 因為這樣的訊息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一直有這樣的聲音在出現 那實際上那個這個東西現在是在講疫苗 之前是講普篩嘛 那個有關篩劑上面 普篩的篩劑要不要進口 對對對 反正就是有百半型的人在收集 所以說現在的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不僅是這個有關於中國 他在這邊疫苗的進口 或者是說那中國在後面的黑手 有關於是不是會去處理到臺灣購買疫苗的問題之外 另外就是我是覺得有另外一批人 他是不是跟中國這個地方 他在利用 想利用疫情 他想要來獲取暴利 那他暴利有的方式是希望臺灣最好拿不到西方國家 那個地方給 那個地方 最後就要拜託中國 求他 所以說在這邊我是覺得這邊是要特別要去注意 那特別是現在疫情防疫視同作戰 那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也有相關的法規 像這種根本是在放假消息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要嚴格的去查處 因為他實際上他不僅是破壞社會團結 而且他是在干擾我們整個防疫作業 就像干擾作戰一樣 這實際上這有點像在戰前的時候 你在釋放各種錯誤的訊息 你如果說在這個時候你不去嚴格的去處理 不僅是會打擊我們那個防疫指揮中心 他整個的那個威信 而且他會讓臺灣社會團結出現無可避免的一個動搖 這個講的就是這一波的這個所謂的疫苗的這種恐慌 所形成的一個疫苗統戰跟內應外合 其實他就是一個有系統的一個操作 這個操作看起來今天指揮中心 他只能用這個訊息的真假的方式來面對 當然尤其是像史醫師 你知道這個這些醫生所告訴我們是 臺灣目前還沒有恐慌到要疫苗即刻的來到 我們還可以 史醫師 我們應該還可以到年底嗎 或者是在拖一段時間 我覺得其實大家要就是緊張歸緊張 我一直前幾天在節目上講說 就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的出現本土案例 不見得對臺灣是壞事 因為接下來就是春節了 那春節之前呢 我們還有一些些時間把我們的緊張的情緒拉高 一點點 可以提高警覺 大家提高警覺 因為其實如果你回頭看前兩三個月 大家已經很多人都忘記戴口罩了 我們已經已經鬆懈了有一段時間了 就是說因為臺灣那個紐約時報也報 臺灣是平行世界嘛 就是國外疫情已經稍微亂七八糟 然後私袋不夠用 然後結果我們就我們很多人上街買東西 百貨公司人擠人 然後大家沒有戴口罩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樣記得就是說 現在全世界疫情還是燒得很嚴重 那我們需要就是說做好自我防護 那疫苗這個東西重不重要 當然我覺得他很重要 因為醫護人員的確我們在第一線作戰也需要保護 其實我們也很擔心把這個病毒帶回家 或是帶給其他的病人 所以如果有疫苗那當然是最好 問題是我們在竊魄性上來講的話 我們都知道醫療在做 就是不可能我們沒有醫療沒有最好的 只有更好 他是相對比較值 那你今天的資源夠不夠 我簡單來講 我們我們在講說 醫院要分艙分流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常常講說醫療資源其實不夠的 你今天在國外呢 看病就是很貴很貴很貴 那不是因為國外看病很貴很貴很貴 是因為臺灣的醫療價格太便宜了 所以我們常常在做 我們做一套防護 我們要做一個檢測 然後做一個檢測之後 我們那個檢測健保只給你三百點 只給你三百塊 結果你要全身的防護衣 然後你要消毒要酒精 然後你要人力 結果這些錢呢不夠 所以你今天重點是 你的資源有沒有用在刀口上 所以疫苗要不要買 疫苗應該要買 我們就是指揮中心 其實我相信他們很多各方 在想辦法談 然後就算談成了 我們也不可能去公開 因為就像蕭美 蕭美琴大使在拿到那個 就職大點邀請函的時候 他是不能公開 所以才會有國民黨的立委講說 門都沒有 但是後來被洗爆了 因為因為他不能講 因為講出來 如果他還沒有到 還沒有進去 那中國有可能打壓 他沒有辦法進去 疫苗一樣 我們今天就算我們訂到了 我們拿到了 拿到多少量 我們訂到哪一間 接下來可能 我們馬上就有外力去打壓 不可以進來 所以我們在疫苗拿到手之前 我都覺得我們大家去討論 這個都是多餘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多困難嗎 這個本來這個 想到這個輝瑞的那個疫苗 那結果沒想到亞洲代理商 是上海復興嘛 對不對 光這件事情 你就知道背後的那些政治的 陰毒的這個放話也好 或是串聯也好 是多麼的這個可惡的 再說一次 臺灣不是不需要疫苗 但是疫苗的先後秩序 以臺灣來講呢 剛才史醫師也告訴我們了 我們大家這個醫護人員 當然要優先師的 可是目前的狀況是 各位大家一起提高警覺 是最有用的 這一批出來講疫苗的 沒有幾個是專家 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臺灣 在輿論上有一定聲量的人 你看好奇怪 專家沒出來 這些人他懂什麼 他不懂啊 但是他有那個聲量 可以做紅色代理人 而且就恐慌情緒 用恐慌情緒 然後加速對指揮中心的壓力 想要這個讓這個中國的疫苗 可以被戒禁 可以牟利 或者在政治上面可以打壓 但是不管怎樣 指揮中心應該有鋼鐵的 這個意志力吧 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臺灣的政壇呢 今天也出現了一個 非常奇怪的炸彈 那就是國民黨的這個政黨 要被那個新黨的人給吃掉了嗎 我們來看 這個有聲量的人叫做趙少康呢 他今天說要拯救藍營的只有他 而且那是韓國瑜叫他選國民黨主席 然後為什麼要做國民黨主席呢 語言不詳 很多人懷疑他是為了救他自己在中廣公司 黨產會要那個沒收中廣背後的利益呢 我們來看趙少康今天呢 對於國民黨而言 恐怕也蠻像COVID-19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出來宣布 將重返國民黨 同時證實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多次說服他參選黨主席 而趙少康也毫不避諱表示 自己最能帶領男營 他認為只有我能夠救國民黨 我覺得我是 沒有人比我更適合 韓國瑜就說這樣 中評委的是 他去跟江啟臣討論 我有沒有資格 會不會有資格選黨主席 不是我的事情 江主席的事 黨有黨的這些機制 那我相信 趙先生 那為國民黨處理 我相信以趙先生的高度 不管是任何的一個位置 他也絕對都願意來幫忙國民黨 願意支持國民黨的理念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張啟臣表態黨有黨歸 而另一位可能對手 國民黨智庫副董 連勝文沒把話說死 倒是身旁的部分區立委 林文睿公開喊話 要連勝文表蕊提 當然歡迎社會的賢達 所有這個有影響力的人 我們是樂觀其成的 至於多次勸勁 趙少康的韓國瑜 則在臉書表達強烈敬意 同時以黨員身份喊話 強力支持參選 呼籲國民黨良性競爭 但趙少康是否有資格參選 黨部做出回應 如果按照目前的法規的規定呢 那他是不太符合這個資格的 如果說現有的規定要做修改 我覺得不好 因為因人設施會衍生很多其他的問題 是否應該為趙少康藝人 比照先前的韓國瑜更改黨規 引發了藍營內部討論 但身兼中廣董作的趙少康 若真擔任黨職 恐怕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 中廣將面臨最高200萬的罰款 趙少康能否回歸 牽動了藍營權力分布 國民黨是否真的能少康中心 敏副你跑那麼久的政治新聞 當年他選市長的時候 你出道了沒 全新黨創黨的時候 我就跟著跑 對啊 所以我們太了解他了 你講這個簡單一個 你在這個從頭到腳的政治閱歷 我才不相信你要選國民黨主席 你相信他是選國民黨主席 剛才那樣子 叫你江啟臣去要有特權選主席 我覺得這個是特權嘛 對不對 如果你當 你怎麼可以 如果你是一個媒體人 然後這個很公正的政治人物 你怎麼會叫蔣主席想辦法 因為依照規則 就是你就不能選 那你還叫人家幫你開立 然後你還說你要振興國民黨 振興國民黨你先要公平嘛 那你自己就不公平 你要怎麼振興 然後我又聽到說 他回來是要拯救國民黨 要打敗千年什麼老妖 還有什麼民粹的義和團 我這個印象我太深了 當年他跟這個陳水扁 開始選市長的時候 當年的省級議事是誰挑起的 他們現在只會罵陳水扁什麼挑起什麼貴賓狗跟土狗 可是當時在罵這個省級議事最先挑起的就是趙少康先生 我坦白講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會有看到他的一個修正方式 而且國民黨依照他在爭論節目的調子 如果在他下面我保證是救不起來的 這保證死啊 所以大家今天很多人其實很希望國民黨讓他去做黨主席 你一起手勢就要人家特權給你 你想當年的義和團 當年呢他們的新黨拿的黃情是全台北市 而且那個嚇死人了 最後他在辯論會上第一句話講什麼 中華民國要滅亡了 完全是民粹的超級語言 而且我有一個疑問 他在國民黨初選的時候應該是支持另外一個候選人 郭台銘嘛 他現在為什麼會去跟另外一個候選人 然後那個候選人就要出來選黨主席 他就出來選黨主席 他要重回國民黨 這我實在是不明白 真的是一小大方 而且他今天記者會完了之後 立刻被國民黨這個打臉說 他沒有資格 那他現在要怎樣 他要去那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前面丟雞蛋嗎 你們不是人這個優秀人選嗎 完全身高這個架勢要救國民黨結果 黃茂夏先生太知道內情了 他要救的是他自己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七十幾億的金錢財寶 這才是真的耶 剛才敏鳳講的 第一個要吐血的 就是郭台銘 第二個 在新黨成立之前 那個時候這個國民黨的秘書長 這個宋楚瑜去當台灣省主席了 接著是誰呢 許水德接 然後許水德這個人比較圓融 所以呢 他就請了趙少康啊 陳奎苗啊等等這些人 在國民黨一個招待所裡面談 那國民黨的這個政策會的執行長 不是講說哪個頻道你要讓給我啊 哪個啊什麼什麼啊這個啊國民黨你這個啊不能夠你一個人吃啊等等 哎喲我真的是真的是啊怎麼官場現行記這麼赤裸裸啊啊一句話都沒有 嗯然後這個 所以我對趙少康先生 我就有個徹底的覺悟啊 啊原來他這個金銅原來都是用金子打造的 那麼啊各位知不記得前年啊啊黨產會通過這個趙少康啊他說他做什麼都成功 他最成功的是什麼 哎國民黨的中廣中廣公司你知道中廣公司在哪裡嗎 就是現在的地堡啦 地堡大家都知道吧 以前那個地方就是國民黨的中廣公司 那塊地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廣公司所有的不只這樣子啊 中廣公司還有很多的發射的基地台啊全台灣都有啊啊 還有其他的一些的土地建築物 當時中廣公司的會計的會計師估算是多少 至少五十億這是有形財產跟無形財產那時候估五十億 趙涛康先生辦事厲害啊 他十億就買下來了 十億他沒有出十億吧 他十億買了 而且十億是分期付款賺的錢每一年賺的錢拿去還的 而且當時買的還是用人頭公司 用他自己旗下的這個當時的他的 在其他的在news酒吧飛碟的員工的名義分了四家公司 好聽月月 播音員廣播人等啊 違反了融資這個啊 公司融資代放相關規定 用人頭公司去買完全是違法 如果他真的去當國民黨主席或是真的選總統 我覺得太好了 這些事情可以好好的來這個啊 弄個究竟啊 你覺得他是真的想救國民黨嗎 還是救自己 結果怎麼樣呢 後來處長會 他就說 黨產會 黨產會 就講說 中廣案 趙叉康要賠七十七億三千一百萬 七十七億耶 不少錢啊 如果那個鈔票跌起來的話 凱德格蘭大盜可以變成凱子大盜了 所以說這麼多的錢趙叉康怎麼樣 他說這個應該國民黨付 我不付 國民黨不吭氣 為什麼不吭氣 好康你拿去啊 現在這卡成案我來請 我還要付七十七億 沒有這個道理嘛 國民黨不吭氣 就是我不會給你買單啊 那結果在哪裡 所以這裡面只有兩個方法可以解到 第一個就是中央政府變天 對不對 讓有造人士成為總統 所以他作為總統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給刪除了 有造人士成為總統 對 或是韓國瑜 所以他支持韓國瑜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要不然就是 國民黨中央變天 要不然就是他當黨主席 或者是有造人士當黨主席 黨主席說 好啦 這個錢我們國民黨來付 國民黨有錢付嗎 沒有錢付 但是國民黨有本錢耍賴 對不對 你把我所有剩下黨產沒有多少了嘛 你充公好了 結果這個事情就怎麼樣 就解套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 兆兆康很聰明啊 這個金銅 用金牌的 對不對 他怎麼會去當這個 蓋幫的幫主呢 但是這個蓋幫幫主 可以幫他解套七十七億啊 但是他現在沒有辦法選了 他是來威脅江濟層嗎 對啊 才威脅江濟層 意思就是說 我不選 但是我可以支持有造人士來選 到時候大家看著辦 這就是一種啊 拿這個來當作一個政治姿態 來操作嘛 對不對 這個七十七億 坦白講 我這輩 我一百輩子也賺不來了 好這個 所以你這個根本就認為這個理念是個叉叉嘛 對不對 然後根本上以你的親身經驗來講 當時這個其實趙阿康是第一個時間支持李登輝的 在國民黨黨內的那個代表大會裡面 他當時是讓李登輝要爭除代理主席 第一個這個拍手呼應的 可是最後呢 跟李登輝翻臉 踢掉李登輝去創新黨的也是他 那更別講後來一大堆的事情 所以他有一個外號叫做趙一半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要請教這個民嫌 今天很多國民黨人一陣歡呼 覺得他真的可以救國民黨 我看臉書上好多人都好高興 說那個 你覺得是表面嗎 柯智恩呢 這個他公開已經說了 歡迎歡迎 然後還有其他的這個 資深媒體人啊 也說哎呀 賴清德跟鄭文燦臉都綠了 你們碰到最大的威脅了 二零二十就是趙阿康加韓國瑜 就可以拿到中央執政權了耶 是這樣嗎 明顯 當然在目前國民黨 輪圍在也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底下 有人願意入黨 當然是樂見其成 這不是壞事 那選黨主席呢 你們將幾層自己去解決 那每一個人入黨都可以把自己的理想 跟想法講出來嘛 譬如說我要選總統 我要選市長 我要選黨主席都可以講 可是我也認為現階段 不適合更改遊戲規則 他現在選得上選 不能選嗎 選不選得上是一回事 可是遊戲規則確立的 就不要 那他剛才說了 這個江啟臣自己去檢查 江啟臣說江啟臣聘他為中評委 他就有資格 但是要入黨一年耶 譬如說郭臺銘要參選總統二零二零 我們也變更規則了嘛 那顯然狀況沒有很好嘛 所以黨有黨的規格 每一個人都可以入黨啦 這都好事情啦 天天被韓國瑜的支持 我也不認為是這樣子啦 因為在各界各方今天在場 除了我之外 各各方都在唱出國民黨嘛 所以國民黨 國民黨中心少數 國民黨正常支持度在這裡 如果舉手投票的話 我相信是很低的 所以你覺得趙阿康今天這個動作是好消息 還是壞消息 對國民黨 我認為樂觀其成 而且我認為江啟臣 樂觀他選黨主席嗎 我認為對江啟臣來講 對他個人來講會是加分 對江啟臣是加分 因為我覺得在國民黨 一個重要黨員 對在國民黨氣勢那麼弱的情況底下 有願意大咖要加入 他如果回去又不改那個規則 不讓他選黨主席 他幹嘛回去 因為他幹嘛做黨主席 我覺得黨主席當然選 還是要符合規則 而且要連署 除了符合資格之外 第二個我覺得我對趙先生是這樣啦 他第一個他對藍綠兩黨 顯然也對我他的看法 他對民進黨認為民進黨過度親美 對對美國卑躬其虛 他對國民黨相對也不滿 他認為國民黨有些立場 太顧慮 對北京太好了 所以他對兩黨都有 他有這樣講嗎 有有有 我們錄影的時候他都 他都公開講 他只說那個那個藍維裡面 都是那個都是軟腳蝦 對那個民進黨不夠那個 這也是一個 兇害好不好 我是說他 我太了解他了 一個政黨員有信念跟他理想 跟這個政治上的一個終極的目標 不過如果是立志當頭的話就不一樣了 對很多的了解過去新黨翻雲覆雨 1994年的那個義和團的台北市長選舉 的過程的人士來講 其實還蠻希望趙尔康 將來可以選舉的 因為他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在我們的政論節目裡面慢慢的來討論 請各位繼續鎖定 民視台灣台 那新聞一五二 這一波藍營的這個相關的人士的這一些 舉動是要想把陳時中打敗 我跟你說 馬英九的那個 時代的楊智良啊 邱淑提啊 還有馬英九自己啊 這個對於瘋不瘋願這件事情 把SARS拿回來又打又吹的 最後變成零信義的一封信 把馬英九嘴巴給堵住了 馬英九終於不再說SARS 是中央奉願的 上一波攻擊陳時中落敗 落荒而逃 現在又來了疫苗 是這樣嗎 我不認為他們是要攻擊陳時中或唱衰 如果現在台灣可以拿到疫苗 我相信大家都會可以 會很開心嘛 所以那拿不到他們要幫忙 你連勝完不是跟上海很好 你克文哲不是跟上海很好嗎 應該是想辦法去藥才對 大家對疫苗會關心 第一個有發表看法的 不是只有楊智良 不是只有連勝文 也不是只有相關 我覺得蘇毅仁 他講的就很忠心 雖然是最早說出上海復興生計公司 不過他提到說我們談判 層級是不是要提高 他特別舉以色列總理出來 談了二十一次 你也不能說蘇毅仁是國民黨的人 但是阿扁時代的CDC的局長啊 所以我覺得說 相關大家為什麼要關心 我們能不能拿到疫苗 剛剛11次也談得很好 我們是在秘密操作當中耶 我們的談判層級不會低吧 我們有一個前副總統是公衛專家 我們還有一個現任 我們跟談判層級有關嗎 現在就是說到底第一個兩個 現在到歐美各國護國 有錢人都在 有錢國家都在搶疫苗的時候 我們現在有沒有什麼籌碼 這跟談判層級有關嗎 沒有關係 對呀 以色列也好 新加坡也好 他們沒有一個中國共產黨在擋他們 對 你講到關鍵了啦 所以這個事情 坦白講啦 就是共產黨常倒退了 就背後放毒箭啦 八月埋伏 這個疫苗 然後國民黨 事蹟而動 對不對 很明顯嘛 然後柯文哲趁機作亂 今天不是光要打陳時中一個人 不是那位先生而已 今天就是要打我們整個台灣嘛 可是他這樣打了以後 那個全是台灣人生命受威脅 又不是只有民進黨投票 給蔡英文的人才會染疫 他們自己就不會嗎 所以說 這個剛才我覺得 我們賴教授提的非常重要一點 為什麼我們說 現在有一些買辦 專門跟大陸勾結的 他就希望你買不到 然後跟中國進口 他們有他們的路子 去給自己打疫苗 對不對 然後呢 他來操作這些 讓台灣八面埋伏 處處受阻 你買不到 最後你只能跟我買 表面上老公說 哎呀我三月送給你 他能送你2300萬份嗎 不可能嘛 頂多啊我拿100萬份給你 後面的你買 跟誰買 一定有有代理商嘛 請教老東 這背後不就中國嗎 因為國台辦曾經說 他要送疫苗給我們 然後柯文哲也說 我們沒有疫苗 就會這個 接收到中國的疫苗 然後這個是 1月30號 到31號 昨天記者會裡面 有記者就很清楚的提問說 陳文倩說 歐美的這個 歐洲國家不會給你疫苗 你要拿到疫苗 門都沒有 然後民眾黨呢 說叫陳時中 要亮麗而言 不要吹牛 說有疫苗 顯然很多人都知道了 有一個叫做上海復興的公司 就是要卡我們疫苗 不讓我們拿到疫苗 是喔 這是中國他一連串的一個劇本喔 其實你看為什麼柯文哲 他會預言這件事情 除了這件事情 他一個可能是他合理推論 但更有可能是他跟上海醫藥集團 復興醫藥 早就有些往來跟聯繫 其實中國劇本 第一套劇本是希望提供 中國製造疫苗給臺灣 可是因為中國疫苗太爛了 所以臺灣也都知道 臺灣不買單嘛 於是他換一個方式操作說 好 你要拿到呢 這個BNT 輝瑞這個疫苗的話 必須要透過上海復興醫藥 這是他的第二套劇本 那很顯然的是說 現在就是上海復興醫藥在擋嘛 為什麼 因為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你臺灣必須要對中國卑躬屈膝 才有辦法提早起疫苗 其實就陳時中 以整個醫療業來講 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關於疫苗這件事情 我坦白講 對於臺灣的這個狀況來講 沒有那麼急需 為什麼 因為他國非常的嚴重的疫情底下 受的損害非常大 那受損非常大情況下 當然就會產生說 我必須要快速的買疫苗 去控制每天幾十萬人的 這樣的一個確診的一個問題 那相對來講 這就是一個價錢不對等的問題 對臺灣來講 我們疫情受到控制 那同一時間 如果我們把大部分的醫療 資源放在買醫療身上 反而忽略掉原本 我們的一個隔離措施的話 那個就是一個資源配置上面的一個問題 可是對於這樣的一個親中集團來講 或者對於今天 昨天這個凌晨的時候 聯合報這樣的新聞 他明明有打電話去給指揮中心確認 但還是硬要把這個假消息給攤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一連串就是這些人幸災樂禍 我都懷疑是這些傢伙在運作上海復興 不要這個旅行合約 賣這個總公司本來要賣給我們的疫苗 這很可能就是他們做的這個疫苗的 焦土跟卡關的這個政治的一個破壞戰嘛 那所以才有連聖文講話 才有這個紅媒的配合 才有柯文哲啊什麼胡子嘉 這些人都拿到確切消息了 然後來恥笑 恥笑的同時呢 突然昨天聯合報說 二月四號就有疫苗來了 那如果二月四號沒有來 再加上上海復興啊 這些人呢 早就這個看衰你的話 那二月四號當天是不是全民就要暴動了 如果今天指揮中心不做否認的話 沒錯 這指揮中心為什麼要臨時召開 記者會否認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說 對於聯合報他這個做法來講 他是提高全民 對於這個疫苗的期待 覺得說你理所當然 二月四號就應該來 那你沒來你就是這個堵職 你層次中就做不好 這是他第一種功能 第二種功能是說 好那假設他有得到某些消息 說最近確實有些疫苗要來 可是可能不是透過美國的管道 也可能不是這十幾萬劑 也可能不是他連求著航空 也就是說他透真真假假的這個消息 試圖去阻斷一些其實正在談判 以及正可能運來的 例如說確實有一些疫苗要來 可是這些廠商一發現說 哇怎麼台灣這個媒體這麼可怕 台灣認證圈那麼可怕 馬上消息就被放出來之後 他就卻步了 在談判上面 我們就屬於不利的一個位置 台灣除了我們前面所講的 因為我們疫情控制得當的原因之外 第二原因是說世界各國都透過 他們這個手段強力的去買 因為疫苗現在是期貨的概念 所以各國才會有超買 為什麼 因為我買了之後不確定會準時到貨 而且疫苗必須要打兩劑 所以說非常多國家都在搶疫苗這個時候 台灣還有第二種原因是 他同時配到中國打壓 所以在中國打壓狀況下 就算我們不是透過上海復興醫藥 我們是買莫德納好了 那如果有哪個國家 願意讓點疫苗給我們 讓我們醫護人員先打 中國直接對這個國家施壓 直接這個藥廠產生這攻勢 那這對於我們台灣談判來講 都非常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指揮中心 現在說我們先不要去追問這個 不是套推卸責任 而是你要知道這件事情就像軍購一樣 你必須要談成到疫苗真的進來了 之後告一個階段 這時候才可以避免整個中國因素的這個影響 可是現在就有一些親中團體 包含媒體人 包含政治人物 像柯文哲這樣 他一直在炒作 說你台灣如果三月沒拿到疫苗 你就是做不好 那我試問一下 從疫苗拿到之後 你要打一劑到兩劑之間 要隔四到六週 而且疫苗他的這個整個有效率 大概就九十五趴左右 還有五趴不過有效 所以陳時中也說疫苗不是萬靈丹 你如果因為打了第一劑疫苗 你就覺得我可以鬆懈的話 你很有可能會發生疫情 更進一步的這個影響 甚至今天陳時中不然有講 我們目前在觀察各國注射的狀況 看他的那個秀 沒錯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這次的疫苗 說真的臨床實驗都不夠 所以呢 大家還會有一些擔心說 是不是附加狀況出來 所以呢 目前我們還在觀察說 在所有國家打注射疫苗之後的狀況 所以大家放心 不要聽這些人隨他們起舞 尤其連勝文我必須說 連勝文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心啊 大家還記得當時候我們在疫苗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要買哪一國的疫苗 連勝文就罵陳時中說 那為什麼不買中國的疫苗 如果有中國的疫苗他一定第一個打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一段 這一段的新聞 我們要問中國的疫苗連習近平都不敢打 連他的高官都不敢打了 那憑什麼我們去買中國疫苗來打 中國的資訊都這麼不公開不透明了 那我們怎麼可能讓我們臺灣人民去冒這個風險 所以陳時中一開始就說我們不可能買中國疫苗 所以這是整個延續下來 包括連勝文 連勝文在一路來的說法跟中國都脫離不了關係 他在唱衰台灣 然後呢這個藍營的媒體用這個斗大的這個這個大標 然後讓大家所有臺灣人民說 這樣是不是臺灣又跳票 是不是陳時中跳票了 他就製造這種假象 把這種假象給臺灣人民說 你看臺灣就是一直在欺騙你們 根本臺灣就買不到疫苗 所以根本就沒有辦法給臺灣人民保障 那如果疫情再擴散出去的話 那臺灣是不是沒辦法有所謂的疫苗 來給人民做一個第一時間的一個安全的保障 對講到的就是一個疫苗的政治攻防 沒錯 我在這邊高喊 中華民國萬歲 你敢不高喊 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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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論場上慷慨激昂 這是1994年的趙少康 當年剛脫離國民黨令組新黨的他 正值政治高峰參選台北市長 雖然沒當選 但拉下了國民黨的黃大洲 那也是趙少康政治生涯中 唯一一場敗仗 1994年 如果你沒有底仗阿扁 是我們勒激昂 這一個打贏這一場的選擇 整個臺灣的政治史全部都要改選 現年70歲的趙少康 曾代表國民黨參選議員 也選過立委 1990年在國民黨內組成新國民黨連線 但因為1992年立委選舉連線成員 沒有獲得國民黨提名 奮而請辭環保署長 以無黨籍參選台北縣立委 拿下23萬票高票當選 政函刮起趙少康旋風 隔年趙少康宣布脫離國民黨成立新黨 1994年又以新黨參選首屆民選台北市長 敗選後退出政壇轉戰媒體圈 事隔將近30年卻決定重返國民黨所謂而來 我覺得趙少康當時先見指黨主席啦 然後對於2024的企圖心其實不言可喻 如果結合韓粉的力量再結合這個包括其他的知識欄啦 中間選民啦 其實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確實是一個蠻大的威脅 資深媒體人邱明玉直言趙少康見指2024 不過周玉寇推測是為了涉及非法取得中廣公司 必須繳回國家的問題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概念嗎 儘管趙少康還沒正式入黨 但國民黨立院黨團陣容仿佛少康幫 新的黨團總召費鴻泰和書記長曾立文 都是趙少康政論節目的場客 熟就是被認為什麼幫 其實我跟江啟臣也很熟啊 我也可以歸類企政幫嘛 做一種標籤式的 不管是分化或區別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意義 他當年確實是你知道呼風喚 今天事隔27 8年 是不是站出來還有那樣的魅力吸引到這些中間的 年輕一代的 所謂我們常常講這個天然毒啊 這些年輕一代現在有在證實 政治金銅光環是否褪色 鄭佩芬態度保留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甚至大膽預言 如果韓國瑜聯手趙少康統治國民黨 藍營將面臨滅頂之災 2022徹底逆封 2024重返執政機會趨近於零 而且國民黨20年不用想翻身 指使耶 在背後耶 搞不好2024 2022連台北市長都可以選了 今天很多的綠營的人都這樣來判斷耶 沒錯 其實鄭少康今天這樣的一個做法 他基本上已經賺盡了他所有的利多了 不論是彭孝大哥所說的他是為了中廣一號 還是他的一個政治能量 而且嚇你們民進黨你們黨產會敢繼續進行那個 要我賠錢嗎 基本上這個跟所謂黨產會 然後或是民進黨我們絕對無關 我覺得他丟出這個震撼蛋 應該最麻煩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到目前為止真的是 我相信了 目前為止大概已經是他們整個黨內的分裂了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趙少康這麼強硬的說法 他今天非常強硬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像媒體記者說 他說我是因為韓國瑜叫我選 對 先跟韓粉說 不是我 是韓國瑜叫我選的 對 所以他已經集結了所有的韓粉 是韓國瑜叫我選 第二個他說 基本上今天所有 我可不可以選黨主席 問題不是我要去問江啟成 他自己不服資格 居然還把他推給主席 沒錯 韓國瑜已經發文支持他 對 然後第三個他說 基本上韓國瑜已經跟江啟成 講了很多次了 所以他把所有的問題 都丟給了韓國瑜跟江啟成 所以早上他講了這些話之後 大家還在懷疑說 到底真的是韓國瑜嗎 因為大家剛剛已經講了 因為一開始他支持的是郭台銘 他又不是支持韓國瑜 他就不是壓根的韓粉 所以韓國瑜有可能叫他出來選 然後還替他鋪陳這個部分嗎 下午這個韓國瑜已經發文了 韓國瑜說對他就是肯定他支持他 所以表示這個版本他們已經是蕊過了 然後這個蕊過了 那到底是韓國瑜賺最多還是趙少康賺最多 因為現在大家在思考嘛 如果要當黨主席你就是要三千萬的募款 趙少康有辦法嗎 然後韓國瑜你一開始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候當他在辦他太太爸爸的商事的時候 完成之後有他的支持者說你放心 韓國瑜馬上會有動作了 原來年前就已經推出了一個代理人叫做趙少康 然後趙少康加韓國瑜逼宮將請成功 這已經不是過年前子 他已經很早就叫他選了 這個事情在十二月 其實在規則上面現在國民黨想要擋住趙少康 但他搬出來是一零九年的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補選辦法 在這個補選辦法裡面有講說 需要黨員要有一年之後才能投票 而候選人呢 必須要有黨員的這個資格 也就是要跟黨員是能投票是一樣的 但重點是這次不是補選 二零二一年這不是補選 你要先變成可以投票員才可以被選舉 沒有 但是在你自己回去看 這個也文字漏洞的 就是說你們自己的選舉犯法 所有歷史的黨主席選舉都這樣子 歷史的黨主席選舉沒有明顯這一條 這個我看得非常清楚 我當過黨的發言人 我對規格很熟啦 反正這個其實 這個根本是政治動作啦 他有沒有資格 不是他 不是他那個 這不是問題啦 他可以有就有啦 他會這樣子 這個完全是一個政治操作 那民進黨到底怎麼看 或是說這個其他政黨怎麼看 宜中你長期觀察 你應該對趙宏康也很熟悉吧 多年來他在政壇的翻雲覆雨 這個到現在居然他今年 他跟馬英九同年你知道嗎 應該還比馬英九這個借數高一下 高一點在台大 他在台大說他是學生會會長 馬英九還是他的幹事呢 現在突然 我看到趙宏康就忽然想說一個七十歲的人 或不管是有沒有到七十 快七十的人 他已經七十了 對 那那個現在跑回來跑去選黨主席 那我不曉得國民黨那個如果真的他還真的有辦法讓他參選 為他改規則 甚至還被他選上的話 這國民黨到底有沒有辦法進步 因為現在國民黨需要年輕化嘛 對不對 明顯啊 對啊 當然美國那是 那個是他們現在是有人來選總統 但是我想說照講應該要年輕化嘛 所以說在以前的時候是從小在那邊看 趙宏康在那邊講什麼中華民國滅亡 然後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可是到現在呢 原先講中華民國滅亡的人 現在回過來想說他要去那個救中國國民黨 那所以說在這邊我只能講到說 就是到底這個整個政黨不在進步 就光問這個問題就好了嘛 更別講現在還有一股力量呢 是正在高雄南部要發起 所有的紅統的台灣青年加入共產黨耶 原來白狼又出來了耶 這個統促黨還真是春風吹又生呢 那個野火燒不盡呢 我們來看白狼就在黃捷被一批 根本就是紅統的力量所主宰之下 要把他罷免掉的同時呢 這一位統促黨的總裁還非常大大的接受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主任編輯張斌的訪問 宣揚他要振錢起義 他說南部的朋友很重感情很中 我帶他們參加幾次活動後 本來綠的就轉紅了 再由他們帶年輕的參加幾次 中國是我的祖國就不一樣了 我們來看南部的這些綠的年輕人 怎麼那麼容易就被白狼給說服了 變成共產黨的啦啦隊呢 白狼張安樂上中國官媒廣播電台大談如何吸收台灣青年讓他們變紅的手段 張安樂的言論引來立委強烈批評 訪談中張安樂透露自己靠著過去江湖背景 那他西州中南部的年輕人參與的話 我們是沒什麼意見 而且在臺灣應該是可以容許的 政權起義這件事情其實已經嚴重的 當然背離國家的一個忠誠 就對於臺灣的這樣的一個忠誠 在法律要件上面 他可能是外患的預備階段 那這個有刑事處罰 律師黃定表示雖然目前只是預備或陰謀犯 但依法可判最高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張安樂的言論行動充滿紅色思想 卻又說自己愛臺灣 民眾全看在眼裡 好 我們剛才前面談到了疫苗 有疫苗的焦土戰 攻防戰 好像有中國的陰影在那邊 就要給這個臺灣的防疫的好看 最好要拖垮這個指揮中心 那接下來呢 還有這個國民黨的新黨化 讓大家看到了一個 紅筒方向的最大的在野黨 那現在看到白狼 就是大蠟蠟的接受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專訪 這個還要振錢起義 要請教一下宜中 你自己看這個長遠的發展下去 那一股力量其實一直沒有 在我們的投票的過程當中消失 而中國共產黨在後面的那隻手 或者是反臺灣的 或是反本土的那隻手 透過如果真的罷免了黃捷 那就是另外一個大勝利 那接下來白狼真的可以在南部 在高雄組織共產黨的 正前起義的這個隊伍嗎 統促黨的背心現在是正前起義 不做炮灰 這個黨居然還還活著耶 沒有違法被解散耶 為什麼 其實就是說現在我們的確看到 目前的狀況 不僅是那個黃捷 他的所謂罷免的這個提案 還有他運動的過程 然後張安樂就在這個時候 他接受訪問 剛好在這麼敏感的那個時刻 會把這個東西講出來 然後再加上可能出現的疫苗 疫苗的議題 等等 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應該是有一股力量 好像山羽欲來 然後封滿樓 一直在累積 那可能是在接著 可能二月三月四月 接連要把它爆出來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一直燒到 例如說八月有關公投 這個事情上面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確是 不管是說臺灣 我們社會自己自主的發展 還是說有些人 他是呼應老共 他這個地方對臺灣的 這個內部滲透和分化上面那個要求 這股後面的力量 的確是在那邊存在的 特別張安樂他這邊所講的話 像那個律師黃帝 他這邊就說得還蠻清楚的嘛 就是說他是認為 因為他是法律的專家 他認為說 這基本上這是有那個預謀 那個判亂罪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有可能可以依法 可以來判處 這樣那個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這樣有期徒刑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看說 那個檢調這個地方會用什麼樣的 刑的那法條去起訴 然後法院他會怎麼樣的 那個來處理 但是回過頭來就講到說 我覺得黃捷這件事情 實際上他的那個問題 如果說是這個黃捷被罷成功 他們會進行連結 就是說除了王浩宇之外 然後黃捷 這個地方的那個罷免如果成功 基本上對於老共 我現在不要講臺灣 就是藍綠之間 對老共來講 他會認為這是一個反綠 反臺灣本土力量的一再的這個集結 而且一再滾動 然後在這個地方 他看他有辦法能夠累積到 一個什麼樣的時候 然後對臺灣發動 他的一個那個反擊 所以說我覺得在這個地方來看 有關於這個黃捷的 這個罷免的這個過程 當然就不能夠小看 但另外一方面 如果說黃捷這邊 我們可以假設說 我們就是完全撇開藍綠 他可以有所謂制度上的議題 就是說你對一個中選 去多席次的這樣一個議員 然後你用那個一對一的選霸的方式 來去處理他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 你要處理的那個方向 和他那個中間的那個議題 無法對價 因為這個中選一多席次 他基本上就是保障 比較那個聲音就是比較少的人 那有的 所以說這批人可以找他的代言人 那自然而然 例如說黃捷他在那個地方 他不可能一個人拿過過半的選票 一定是其中的某一部分 可能百分之十幾的選票 那麼那個只要說藍 就是反對他的力量 例如說藍色的國會議員 或者是青藍的那個議員 那個地方 他有辦法拿到四十或五十趴 那在這個地方 要能夠通過罷免的 這樣一個提案 實際上是相當容易的 因為只要動員那邊的人 然後讓他能夠過罷免門檻 然後在這個過罷免門檻之後 只要他的贊成票高於反對票 這樣就夠了 所以說會變成就是在制度上面 進行對這個中選區多席次 議員的這個罷免 實際上用這種方式 這我是覺得在制度上面 這是有他很大的問題 但回過頭來 變成說黃捷他的這個那個處理 我們除了一方面 剛剛看到這個罷免過程裡面 也感覺這是個仇恨動員 就是說當時韓粉被罷了之後 對於韓國瑜被罷了之後 他從累積到現在 想要透過這個東西來回來 但是也看到就是老共 他在利用這樣一個機會 利用這樣一個仇恨動員 想要去來累積這樣有關於 就是在台灣裡面反本土 這樣一個力量 這樣一個聲浪 利用這個地方在這邊出現 那我是覺得這樣的一個發展 的確是要相當相當的注意 那回過頭來就講到說 有關於這個白狼 當然之前有關統促黨的 這個政治性案件 2017年的這個幾次的判 當然我不曉得就是說 用妨礙公務罪或者是怎麼樣 有的人說是那個如果檢調 他用不同的那個法條 在起訴的話 會不會他的結果是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個考慮 都無罪 然後判得又很輕 但是對 但是這邊就是說 他基本上是我們講 國安無法他在進行修法之前 他在這個地方所得到的結果 現在關鍵是2019年 在12月31號 那個時候基本上幾個國安法 都有那個修改通過 那現在有沒有辦法透過國安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關鍵是說 因為那個國安法他在就相關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法律 不論國安法就是說 包括那個反滲透法等等 他主要是跟政治選舉 這邊有關的行為 但如果說他不是在選舉的階段 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除非我們要能夠證明 他有很直接跟中共之間的 對價關係 不然的話他的這個行為 然後所造成的那個後果 即便我們知道問題很嚴重 但是現在這個法律 有沒有辦法來處理 那這也是為什麼 那個現在有另外一個思考 會認為說 外國代理人法 雖然說即便沒有辦法 直接對你來進行起訴 但是呢 要求高度的那個透明 起碼可以證明你後面 或者說要求你自己要能夠 那個說出來你後面 你整個人的金錢來源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樣 這可能會有助於我們講說 民主機制他的自我防衛 起碼透過透明的方式 來達到他的目標 剛剛張阿樂現在是大辣辣的 口頭上 很了不起去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主任編輯 張斌的訪問所謂政前起義就是他在台灣 他要找一些年輕人慢慢的發展一個紅色隊伍 是在台灣要宣揚和平統一 因為台獨搞下去 就是面對武力統一 現在就要宣揚政前起義 就他的意思是他在台灣要召集 非常多共產黨的這個統一的支持者 然後訓練他們 等到老共要打過來的時候 就政前起義 意思是這樣 那很多人當然也瞧不起 這樣的一個組織 說他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他 政前起義可能不只是這樣 因為我會非常擔心 他所謂的炮灰的意思就是 他召集年輕人 會不會在年輕人當兵 要求這些人 如果說真的有發生軍事戰爭的時候 這些人就放下槍 不打仗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炮灰是讓軍中的人 我是會非常擔心 到時候把槍口朝內 你的意思可能是這樣子 槍口 共產黨的做大就是這樣 槍口會不會朝內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如果他不抵抗呢 就類似說在一九三八年 那個時候奧地利面對德國 他進行這所謂 並吞奧地利的攻投之前 那實際上奧地利當初他的那個 當初的國家是要抵抗的 但是實際上他的軍隊 但是被納粹滲透的非常厲害 結果納粹整個從那個軍隊 要進來的時候 奧地利那邊的那個部隊 是放下槍 歡迎他們進來的 就整個奧地利立即被吸卷 之後馬上希特勒就搞他的 所謂併吞公投 馬上就通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有關政權級步驟炮灰 可能會影響到軍隊 他是不是有意思要這個樣做 這個地方去調查清楚 應該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 應該是背後有這個 一個組織的力量嘛 對不對 否則的話以張安樂 目前在臺灣的社會地位 跟他的財力來講 恐怕做不到 可是為什麼我們的統促 政府黨最近涉及的政治性案件 剛才說了 不管是香港眾志 這個黃之鋒來臺的時候 被他的兒子打 結果呢 妨礙公助是公務罪 是判決無罪耶 台大的那件事情 中國新歌聲不是影響很大嗎 結果呢 是這個 統促黨的成員張偉 跟三名手下追打 用甩棍攻擊學生導致見血 只有傷害罪 而且判拘役40到70天確定 這個是可以一顆罰金的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是 那不分區的候選人何建華 被控低價什麼什麼去買票啊 意思是講會選 結果呢 一二審都爛定 犯罪證據不足 判決無罪耶 所以換句話講 這個張安樂還越做越大呢 現在大到去跟張斌說 我們在台灣要掙錢起義 不做報徽耶 如果像以中講的這個狀況 那跟當年的國民黨 派一大堆人塞在 共產黨派一大堆人塞在國民黨裡面 最後打仗的時候就 雙手一攤 狀況不是一樣嗎 可見的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 後面會不會還有其他的力量呢 怎樣碰巧 張安樂的背景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麼為什麼他這樣一個背景 中共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 會對他進行專訪 這代表說中共 他就是中共所要利用的一個棋子 對不對 那麼這種的專訪 當然也是在強化他的 在輿論上 或者說是在網路上媒體上的一份的存在感 就統派力量 一方面可以對國內的中國人宣傳 一方面可以做給台灣人看 你們只要跟著我這個掙錢起義 不做包圍你看那麼大的榮寵對不對 但是我要 你覺得他做得起來嗎 但是我覺得說 共產黨過去為什麼能夠革命成功 坦白講那時候共產黨那種組織還有信仰的那種忠誠 真的有一股那種拋頭顱撒熱血 願意這個為這樣的共產主義的理想而奮鬥而犧牲 但是像張安樂這樣子的訴求也好 或者他的這樣一個組織形象也好 呃我相信以我們在台灣公民社會的那種的健全很難啊 啊根本可能性是零啦 為什麼是零呢 如果他真的有辦法共產黨何必要大張旗鼓的幫他做啊 做這樣的專訪啊 啊幫他做宣傳啊 至於說啊會給他怎麼樣的助力啊 大家想也知道嗎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個這些的人沒有真正的理想嘛 啊對不對 啊包括說真正參與的人如果你三天啊 三個月不發薪水的話一孔而散啦對不對 哪像過去共產黨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時候 那真的真的是毀家啊 放棄一切啊去參加延安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吹牛了 可是張安樂他供這個供廟系統就是真的啊對不對 他不這樣子誰會支助他 誰會贊助他呢對不對 你看他現在做什麼沒有嘛沒有營收 那一一跟著他一些人難道不要薪水不要吃飯嗎 所以說我覺得說第一個諸如此類的存在 當然也表示說 不可掉以輕心我們的法律太過於寬鬆了 我們一定是包括說我們這個霸解的事情一樣 我們可以發現說我們的法律有很多地方啊 考慮不周的啊 實際上我們應該要在我們的這個 因為在這個兩岸的對決當中法律戰是很重要的一環嘛對不對 共產黨你看啊 又是反分裂法啊 又是要統一法啊 又是他的什麼國防法要修啊 他一步一步在法律上面完成他清台的一個準備 那同樣的是我們今天我們要要對抗這些的臺灣裡面的這種的過程 哎在我們的民主法治社會法律很重要 如果今天我們 可是我們法官都判他無罪啊 結果判這樣子 所以問題在哪裡 不在法院嘛對不對 法院是依法 依照你的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我的認證就這個樣子 他也很無奈啊 所以說關鍵哪裡呢 關鍵在立法院的修法 我們的國安武法應該跟這個啊 還在繼續在修法當中啦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張安樂為什麼可以這樣大啦啦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張安樂可以這樣子大啦啦的 在一個這個我們的敵國的人民廣播電台的專訪當中 做出要顛覆要這個啊 摧毀臺灣的民主體制的這樣的一個宣揚的聲浪 而且還敢說他南部這些朋友很重感情很重啊 我跟你講這個講的一部分是事實 宮廟系統他們這個用金錢鈔票侵入之後 帶他們啊去這個參加幾次活動 你看啊本來綠的就轉紅 哦我跟你說 南部很多這個我們所熟知的某些地下的這個 不管是什麼樣的媒體的系統 是不是在去年前年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很多人都已經是變成那個紅色代言人了對不對 就是他說的綠的轉紅 再由他們帶年輕的參加幾次中國是我的祖國 就不一樣了 那講的就是那個2019年啊 18年底19年的狀況耶 其實我覺得這個當然他是在中南部有做那個基層的服務啦 那也有那個但是物理是我覺得他自己對自己看的太重了 我覺得他是吹牛的成本高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基層 南部的基層有些變紅是因為那個張志軍那段時間 就是那個馬英九執政那段時間 放任張志軍在中南部趴趴走嘛 國台辦所有的那科長都在南部趴趴走 張志軍耶 他國台辦的主任 他竟然可以學他們的宋楚瑜說 我要全城跑道道耶 有好多人都跑得比我們還那個 對他跑得很輕啊 他跑基層跑得比那個 我們很多政治人物跑得更輕嘛 那我覺得 鄭立忠 鄭立忠 張志軍 張志軍啊 張志軍本來也派了人 也有 好多啊 我認識好多國台辦的人 他們都說 寇姐我對台南的鄰里啊 鄉鎮的了解絕對比你啊 對就是張志軍做主任的時候 鄭立忠那些或是國台辦人都來 都可以跑嘛 那因為嘛政府都允許啊 允許他們在台灣自由的活動啊 所以他們在基層上面 就是會有一些累積嘛 然後就說啊 請他們去大陸哪裡玩或怎樣 那那個時候好像白狼也是 那個時候才回來啊 回來然後就接了啊 接了這個工作嘛 那他就自己在 又開始開始辦或怎麼樣 那你現在就是抓不到他的這個資金來源 我坦白講 對 因為他很簡單嘛 他就去 他跟中國的合作就是 中國也不是直接給他錢 就是給他一個什麼特許的業務 做一個什麼安全帽的什麼生意 然後呢他就跟政府說 我沒有拿中國的錢啊 那些錢都是我自己賺的啊 所以說呢 我沒有符合什麼國安法啊 拿什麼中國的錢或怎樣 那事實上 這些東西都是間接在搞這些東西 那統促黨可以解散了吧 怎麼到現在還不解散啊 那政府沒有法源啊 我覺得統促黨如果可以解散 他就在上面游走 明明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他是 他是來幫這個對岸做工作的人 可是呢 他就是有一些這個技巧 他就避過 然後他該散的時候也散啊 譬如說那時候風聲鶴唳在那個 立法院前面抗議的時候 不懂那是什麼年金還是什麼事情 他就是他也是 等到什麼法律要通過的時候 他也就散得很邊緣 然後沒有法律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就很激進啊 其實在立法院的很多次的抗議活動 他都是這個導致這個衝突的主要原因 我覺得這個東西在治安上面 在治安上面 我們竟然也沒有法律可以辦他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當然是很奇怪 那你說這個已經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他已經是在官方的代表性不過了 對 他那個大啦啦的在你這個民黨的這個 政治領導人的臉上吐口水啊 就算是假的他也吐了啦 對 然後如果一個吐口水的人繼續的 可以這個有那個 中國人對他的榮耀的宣傳的話 那就會有更多這樣的人 這個位階就已經高了 對啊 這個位階很高 這個我們也跟楊氏的位階非常高 就像剛才一中所講 賴一中賴教授所講的這樣子 真的我們現在國安法國安無法 現在民進黨在立法院過半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通過了 沒有 該修的 該要更進一步去完善的 真的要做啊 他只有在選舉的時候 你不然你要讓法官怎麼辦 不剛才那一中講的就在選舉的時候 比較這個 你選舉是不是由那個中國資本啊 這個 來這個定義比較這個狹窄 可是呢選舉的時候這個這個叫何建華的 他後來不是有案子也被那個 牽涉到裡面 他居然去招待人家旅遊還無罪 那你要怎麼辦 我們法官裡面也不見得全部都是 台灣派啊 裡面的統派也蠻多的啊 這是台灣的危機嘛對不對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怎麼看這個兩岸之間的衝突 最近呢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報導說是 老共啊他們呢 模擬了炸美國軍艦呢 這件事情啊 就是哈 那美國說不會這個也不曾構成威脅 他們為什麼要透露這樣的消息呢 說不滿被監視 你轟炸這個 美國的軍艦 那而且呢 是這個金融時報所做的披露 那到底這個是吹牛呢 還是真的 中國央視日前才高調公開 飛行員拒絕干擾了趨力通話 不過外媒再報 解放軍甚至把歪腦筋動到美軍身上 英國金融時報指稱二三號中機大局擾臺 不但順道試探美方態度 更傳出編隊中的轟6K 駕駛員曾經模擬對羅斯福號航艦發射反艦飛彈 不過印太司令部事後透過email聲明 航艦打擊群嚴密監視了解放軍的一舉一動 但從沒發現任何具有威脅的行為 更反將一句說這一連串咄咄逼人 就是破壞穩定的罪行力證 拜登政府剛剛上任沒有多久 他的國安團隊也才成行的時候 你就在亞太地區 實施這麼明顯的威脅動作 你也落實了 他的前任留給他的遺產 你在印太地區你必須強化部署 應對中國的威脅 中美雙邊校正依然你來我往 央視不甘示弱 再找評論員催淚自家的海上戰力 然而引以為要彈道飛彈也遭到吐槽 美國海軍中將圖斯勒 近期也在視訊會議上表示 是一直以來都密切掌握東風飛彈的開發動向 希望中國砸更多錢發展這類武器 因為這一定不是下一場戰爭的勝利方式 明顯請教你 這個不管是白狼的動作這麼大 或者是那個統派的力量 現在看起來在2020年的年初的 817萬的小英勝利 而韓國瑜的550萬票的基礎之下 現在有更起死回生的狀況 不只新黨要回去做國民黨的救世主 再加上共產黨 你看拜登上任 我就用我的那個戰機模擬攻擊你 在台灣附近的美國的航空母艦 這樣子下去會怎樣 那整個的台灣 目前內部平良心講要扯後腿 防疫的人蠻多的 然後中國國民黨現在目前的高層的發展 看起來是紅筒的方向也比較明確了 那再加上人民解放軍 第一個老共共機落臺 這個我們必須還是 這沒有人支持了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 所以對我們在野黨來講 其實不只在野黨 在台灣所有人都要支持國防部 支持現在政府 那你們就有凍結人家 那個國防預算的委員 我覺得凍結國防預算 這個真的要斟酌了 就是說你到底國防預算 從在野黨監督的角色一定要 譬如說我認為民主要監督制衡 你不是說日本共濟運動 所有做的都是對的 我覺得在民主是要監督制衡 那監督的話 當然要有道理有理有結 就是說你要怎麼拿出監督制衡 那我也不應該說 你把所有說一個民主機制 裡面的所有監督制衡 你把它作為說 你就是北京或中共的一個唱和 這也不對啦 可是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整魂我們今天的節目 等一下那個請宜中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印太司令部的這個聲明背後的意涵 先請教你 我們從第一時間討論這個疫苗這件事 那就很多啊 就是屬於比較藍的媒體 或是政治人物 甚至包括克文哲這些 看起來都希望呢 我們的疫苗呢 是被焦土卡關 然後第二個呢 對這個是一部分的人 第二個就是現在新黨的人 要來做國民黨的救世主 然後韓粉要幫忙罷免這個黃捷 然後接下來白狼要這個政前起義 不做炮灰 那你們國民黨被擠到哪裡去了 也沒有啦 我覺得白狼 這件事情是這樣 你白狼就是說 現在國安無法已經通過嘛 國安無法在落實面 他已經規定在那邊嚴格 如果假設說 如果老共透過相關的資金 甚至其他的力量滲透到台灣 只有選舉期間啊 對不對 國安無法 我覺得相關的法律 你可以去執行啊 政黨抓不到啊 人家沒有種子啊 就是抓不到啊 你說很容易 你的法律在那邊 我很容易這個在旁邊過關啊 我覺得寇姐剛剛講那句話 我 我有一點我要挑戰一下了 如果假設現在同派力量那麼大 倒裡算得到啊 蔡英文怕什麼 如果真的同派力量那麼強 蔡英文也不會八百多萬票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 民主有監督制衡 白狼這種聲音 在台灣沒有人認同他啦 其實很 其實有很少很少啦 那跟國民黨也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新黨如果那個併吞了國民黨 那白狼就起來了 你這種新黨威脅論 我說這一種 新黨不是威脅嗎 我覺得這種想法是這樣子啦 國民黨有自己的國民黨的立場 跟國民黨的就是說 到底他們國民黨現在被擠壓成什麼樣 我們從第一時間開始討論 到最後變成周邊的力量 都大於國民黨耶 對不對 對啊 那我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啦 國民黨本來有一些起色存在 就是說有一些微弱的聲音 譬如說 本土化的國民黨 臺灣的國民黨 我說實在他們這一輩 對啊 明顯啊 黃靖平啊 這些人在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都很理性啊 對 都很本土 但是問題是有人 有人一進來之後 我覺得那個聲勢就很大 對 而且他明白就是 某人要支持他嘛 某人就是韓國瑜 所以現在變韓粉啊 韓國瑜 韓粉是統派 白狼 清黨 再加上那個疫苗的那個工房的 要卡臺灣的這些人 這個對國民黨來講就被擠壓到 對 就像部隊區立委 那麼多人都是在支持那個 對岸的不是嗎 對 然後就很介意 防疫期間一定要去買菜的那個人啊 那這種聲音那麼大 那我是覺得說 今天又擠壓進來一個人 那我覺得這些本土派 我覺得聲音又越來越微弱了 真的 這個 在這種板塊擠壓之下 中國國民黨已經四分五裂 面貌模糊 那在這個面貌模糊的情況之下 請教宜中 最後呢 兩岸啊 或是美中臺之間的軍事上面的角力 要由一個印太司令部做說聲明 印太司令部是針對金融時報 所做的這個 老共的狂妄的報導 所做的回應嗎 我想 金融時報其實我看的報導 那其中有那個有個介紹 Catherine Healy 她就是習嘉玲 她人家住在臺灣 是 所以說她這邊應該是 也有她從臺灣這個地方 那個可能有採訪 或者是說 她有看到一些相關報導 進行整理之後 她得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因為主要是說 因為在那個 有關於老共前陣子 不是1月23號 1月24號 連續兩天 大批次的飛機 跑到臺灣來 一次13架一次15架對不對 那實際上那個 如果說看這個時間來講 剛好1月23號 那天的早上10點 就是有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就是羅斯福號 她從那巴士海峽在10點的時候 轉進要到那個南海那邊 那她的地點就差不多是那個 就在巴士海峽和南海中間 靠近東沙達那裡 所以說那個變成就是 老共那個時候的飛機啊 她的那個威脅的對象 針對的對象 為什麼意思要來那麼多 有人就講說 她實際上是針對 美國的航母群在那邊 也因此這個金融時報的報導 她就從這個地方 就繼續往下追 是說老共她 因為她的那個13架 架次的飛機 那裡面是 那時候還有8架轟6 然後4架的那個 那個殲16 是這樣的那個 這樣的一個 距高度的那個 戰鬥的能量 這樣的一個飛機 而且轟6還有那殲16 它是帶著 就是說 空隊艦的這樣那個 那個飛彈 所以說在這裡面 一定針對水面艦嘛 就是美國的水面艦隊 對 那在這邊所得的結論就是說 他到那邊 他如果說不是去監視你們 甚至 如果不利用在那邊 在演習的話 他覺得有點奇怪 對 所以說他會得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例如說23號就是這樣 24號 這個感覺上說他們要模擬 對螺絲符號 航艦發射反艦飛彈 可是印太司令部雖然聲明說 沒有構成威脅 可是他並沒有說 他們沒有模擬這件事 對不對 他講是說 我不認為你是構成威脅 然後還說這是一連串 逗逗逼人 並且破壞穩定行動的追星立正 表示真有其事 就是說老共 他也沒有正面去講說 到底怎麼做 但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你這些作為通通都是造成不穩定 反正都是吹牛的 那現在我們 我們就是有辦法來處理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在23號 國務院馬上 第一時間就發表聲明 而且那天還是禮拜六 換句話國務院 他為了加班